哈喽大家好,我是投资君 随着美联储一次又一次的加息 固定利息类的理财越来越诱人 不少人想要好好利用这个时期 买些帮债券来锁定高利息 就像是懒得选股 就买有着一堆股票的ETF 懒得买债券 为节省过程 买债券ETF是不是就好了呢 No no no,你先别急 先让我们看看债券与债券ETF有什么区别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美联储升息 会分别对债券和债券ETF有什么影响 先让我们了解一下债券与债券ETF的区别 1.到期日 债券会有一个提前说好的到期日 在到期的那一天 投资者会拿回自己的本金 比如 一年期的债券在一年后就可以拿回自己的本金 然后是债券ETF 它需要保持一个红定的到期期限 因为债券ETF里面会有一堆债券 而在任何时间 其中一些债券都可能会因为快到期而超出目标年限范围 那时就会被剔除 比如 一个1-3年期的债券ETF 会将还有12个月就要到期的债券卖出 购入符合条件的新债券 因此 债券ETF永远不会到期 2.流动性 债券流动性较差 有些每天发行 有些可能每个月才发行一次 债券ETF流动性极佳 跟股票一样 你可以在一天中开盘后的任何时候交易 3.收入 债券会获得有规律的利息收入 一般来讲是每半年发一次 债券ETF是同时拥有一堆不同时间发行的债券 任何时候里面的债券都在发利息 为方便管理 债券ETF会每个月发利息收入 4.本金 对于债券 你只要能坚持持有到它的到期日 你就能拿回本金 对于债券ETF 你不一定能拿回本金 可能会赔钱 由于债券ETF永远都不会到期 所以它不会提供独立债券那样的本金保护 5.美联储升息 可能会让你赔钱 先说债券 关于债券 你需要知道price和yield 债券就像是你把钱借给别人 price是你借给别人的钱 yield是借钱方为了感谢你 而给你的利息 等到期后 借钱方会把钱还给你 你就会拿回当初花掉的price 当美联储升息 就相当于出了一波新的借款人 当你把钱借给他们后 你可以获得更高利息 就是更高的yield 由于新的债券有了更高的yield 人们不想要救的低yield债券了 想要卖掉 可是市场也不傻 已经有更高yield的债券了 就没人买救的低yield债券了 所以救的低yield债券只好低价出售 这就是为什么 当美联储升息 救债券的价格price会下降 总结就是当美联储升息 新发行的债券会有更高的yield 导致救的债券价格price会下降 但是救债券价格的下降只是暂时的 因为只要你不卖救债券 等到期后 你依然会拿回当初买救债券花掉的price 因此 只要你能把救债券拿住 直到到期 升息不会对你造成什么影响 另外 当美联储升息 短期与长期债券相比 短期债券的价格掉的会更少 因为短期债券很快就到期了 方便更换更高yield的债券 下面说 债券ETF 由于债券ETF里面不是一个债券 而是一堆 有着差不多期限的债券 它就会复杂许多 比如一个中期的债券ETF 里面都是5-10年到期的债券 当里面有些债券还有不到5年就到期了 管理人就要把它们卖掉 替换成5-10年后才到期的债券 来保持这个债券ETF的期限 这就说明这个债券ETF里面的债券 要一直被买卖 卖了过短期限的债券 换成更长期限的债券 这样的操作 在升息环境中 会导致债券ETF的price价值会逐渐减少 这就是很多人在买了债券ETF后的惊讶时刻 没想到本金竟然会跌 说好的债券是坐着拿利息 本金怎么还跌了 但这也很好解决 如果你看到债券ETF的价值下跌很恼火 可以选择更短期的债券ETF 因为越短期的债券ETF对利息的改变越不敏感 还记得军军前面说的吗 当美联储升息 短期债券的价格掉的不多 长期债券的价格掉的会更多 因为短期债券很快就到期了 方便更换更高业额的债券 因此 当短期债券ETF的基金管理人把快过期的卖掉 替换成新的更高业额的债券 价格也不会有太大的下跌 总结 在升息时到底是买债券还是债券ETF 要看你的投资期限 换句话说能持有多久 选择债券时 选择你能一直持有到到期的 选择债券ETF时 选择期限介于一半到一整个你的投资期限的 举个例子 如果你能持有10年 可以买10年期的债券 也可以买5年期的债券ETF 这个小窍门通常在升息环境中 能做到充分保护你 对于债券ETF 究竟是price更重要还是yield更重要 完全看你能持有多久 如果你持不了多久 却买了个很久才到期的债券ETF 那么price就对你更重要 因为你会很早卖掉 而那时price可能会下跌 如果你买了个短期的债券ETF 你能持有的时间比它更久 那么yield就对你更重要 因为到时你已经获得不少利息了 price的那一点下跌与利息收入相比 依然让你赚了不少 买债券ETF 怎么看给多少利息 最后 小伙伴们在看债券ETF时 可能会看到好多不同的yield 而且百分比相差不少 不知道应该以哪个为准 最常见的会是SEC Yield和12Month Yield SEC Yield 除以了阶段结束时ETF的价格 而计算出来的 你可以把它看作是未来一年预计会得到多少纯利息 好消息是如果未来美联储接着升息 这个SEC Yield还会上涨 但如果美联储降息 这个SEC Yield就会下降 接下来是12Month Yield 它是取了过去一年获得的利息 除以阶段结束时ETF的价格 而计算出来的 你可以把它看作是如果你一年前购买了这个债券ETF 一年前至今你究竟获得了多少收入 总结一下 SEC Yield是对未来一年的畅想 12Month Yield是对过去一年的总结 你可能会看到SEC Yield与12Month Yield相差很多 比如这个债券ETF 前者5.29% 后者3.54% 这很正常 因为美联储从2022年初一直在慢慢升息 刚开始利息很少 但后来1.1点的升上来 才到现在的5%以上 所以12Month Yield是说过去一年 总共获得的收入为3.54% 因此 如果你是现在购买债券ETF 只需要看SEC Yield就好了 好了 希望本期内容能帮助你了解债券与债券ETF 并且对于哪个更适合自己 有个初步的认识 关注军军 让你的资产无限变大 本视频有超能力 投资均提供 一个立志于覆盖全部在美投资理财的知识网站 从投资 省税 保险 退休 到传承 理财知识全覆盖 如果你想了解某些投资理财的知识 大几率会在军军的网站找到 如果你未能找到 可以在军军的网站申请免费咨询哦 会有专业的顾问解答你的疑问